请算出右方图形的体积 长度的单位都是公分 这个图形它既不是长方体 也不是正方体 而我们到现在也只学过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计算方式 那这一题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 既然我们学过长方体 和正方体的体积计算方式 那我就想办法 让这个图形变成长方体 或是正方体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画辅助线 我可以在这图形上面画一些线 帮助我把它变成长方体或正方体 我从这个地方画一条线下来 是不是把它切成左右两块 而左右两块切开之后 它是不是就变成两个长方体 那我只要分别算出 左边的长方体体积 和右边的长方体体积 再把它们加起来就可以了 而长方体的体积计算方式 是长乘以宽 乘以高 长100公分 宽50公分 高80公分 所以100乘以50 再乘以80 算出来是40万立方公分 而右半边这个长方体 它的长60公分 宽 跟左边的宽 其实是一样的 也是50公分 高40公分 所以它的体积 就是60乘以50 再乘以40 乘出来的结果 是12万立方公分 那最后 我只要把左右两半加起来 40万加上12万 也就是52万立方公分 因此 这个图形 它的体积 就是52万立方公分 并不出色